文昌講古經主持文昌 文昌講古經8月7日星期一早上時間 逢一至四都有我們的節目 今個禮拜一就要追來講回 剛剛上個星期尾的一個重磅消息 就是長實的新盤 郵堂親海站 這個馬字邊的一個赤 是日文才有的 所以讀法都各司各法 有一些會讀站 因為這個意思是車站 但是月陰有講是讀疫 所以我們暫時就用親海站 作為讀音 親海站一推出來 就被指深水炸彈 亦都成為明報 星期五的頭條 因為平均赤價才15000元 是整個香港市區七年以來最低的價格 亦都比郵堂上年的同區新盤 低了一成半 入場費不用三百萬 所以這個都成為了市場上一個熱門的話題 詳實執行董事趙國鴻 有柳神之稱是他 當然出到來有很多 soundbites 很多搶眼的短語 包括發展商有責任 不要賺盡 不用賺多 又說代理聽到這個親海站的價錢 就開心到涵 老闆聽到價錢就傷心到涵 照國鴻說 這是便宜爆價 而且項目的站名 是有幫助市民上車和轉車的意思 但其實這個涵字或者這個站 不是第一次在新盤上用的 這個親海站的項目 就在油塘東元街 那裏原本是工業用地 附近發展都是比較初期的 整個項目佔地有8萬4平方尺 分一二期 長實在2019年已經完成了保地價 現在賣的是親海站二期 當時2019年的保地價涉及22億 以最高可見流面面積的41.8萬平方尺來計算 每平方尺樓面的保地價大約5283元 如果連同建築費的話 明報估計即使今次叫做低價推 仍然是有利潤的 項目有很多不同的付款方式 一如現在的新盤這樣 有最高19%的三房戶折扣 其他亦都有所謂愛財職工付款計劃 外財即是所謂高財通的優惠價格 首批折扣賣價308萬至1114萬 折扣賣14263至17407元 這個根據信報所說 2016年10月行地在南昌一號推出首批折扣價格15482元之後 近七年以來折扣均價最便宜的市區新盤 上次郵堂的新盤就是寶梨置業 即是內房119和賭王四太梁安琦 一起搞的上家控股旗下的朗宇 上年11月推出首批128伙 平均的赤價是17938元 所以新海站首批二期的折扣均價 其實就低過半年前 這個新盤是1乘2 好了,對一對同區二手樓的樓價方面 樓齡大概四年三年多的海澳灣和稀台 近期二手的平均赤價都有17518元和16934元 新海站的平均赤價是1乘7% 如果比較扭寧已經接近七年的Penisula East 近期二手成交赤價只有14587元 這個樓盤的地域和膠頭都比較疏落 亦都比較貼近新海站的位置 所以七海站二現在這個價格 仍然是高過Penisula East 就是8% 但怎樣都好 你說和這些新盤比較的話 確實的 這個七海站二期 是有一個一成左右的折扬 不過要留意一下 油堂的這個項目要去到2025年10月才入伙 亦都即是說整兩年多的一個樓花期 所以這個時限都會比較長 當然你估算究竟來近兩年多三年香港的樓市會怎樣 如果你覺得樓市可能真的見底 這樣可能你會有好處到時入伙 否則的話可能都是低價還未算低的 這個盤一推出來之後 市場熱話之餘 亦都令到過去週末 十大屋苑成交都立即變得疏落 根據中原統計 過去這個兩天 十大屋苑只有三宗成交 雖然按週都有增加一宗 但仍然連續十四周 維持單位數水平 成交是例子 例子國美孚新村 沙田第一成兩個屋苑 其他八個十大屋苑都是零成交 中原阿泰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都說 近期樓市疲約面對新盤減價促銷 相信二手業主是難以招架的 你可以想像 因為新盤 即是比同區的一些二手 一些三四年樓齡的樓 都要有一成鬆一點的折讓 所以難免令到很多可能想入市 都會看清楚些情況 明報方面也都指出 雖然這個長實新盤的樓花期 有二十六個月 但畢竟它的折實呎價 一萬四千九百左右的叫價 而且一百三十二伙手推 令到它的銷程可以說 變得非常之凌厲 市場估計過去兩天 極速收超過五千張票 以兩張價單合共二百五十四伙計 可以說是十九倍的超額 樓臣趙國雄說 親海站價錢吸引 對有能力買樓的人 當然首選就是買私樓 多於資助房屋 在尖沙咀港警匯商場的示範單位 過去兩天都有大批准買家排隊 可以說都相當熱鬧 當然因為一房三百萬不用 這個都可以說衝破了很多上車客的心理關口 現在的收票似乎都很理想 趙國雄都說 有機會會再加推 會不會曬爛呢 他就說首輪銷售盡量會增加單位數量 去滿足剛需買家的需求 另外詳實方面 營業部首席經理郭子威 甚至都說 過去兩天參觀親海站二展銷廳的人 大約三成是屬於原本有意去買居屋的 資助房屋的居屋客 所以現在寧願去買私樓 所以基本上 詳實今次的操作 都可以說是贏得市場的關注 都引來了很多的討論 還有有機會真是一拋清袋的這一批貨 但是現在這樣做 就會變相令到同區的二手扭 不用說了 以至其他的市區新盤 都會不多不少有壓力 因為現在一推出來 比上年年底開出來的同區都低成一成 亦都意味著 接下來似乎新樓方面的減價墊 都會繼續下去的 這個亦都會令到很多可能 都想入市的買樓客 都可能會抱著一個比較長些的觀望態度 去看看究竟情況會怎樣 所以二手方面 可能很有機會更加淡靜 除非賣家 譬如大家平時都聽到的移民盤 就會劈價 盡量套現才可能加快成交 否則交頭 整個代理行業來說 都不用考慮了 新盤方面也要看 個別的盤 定價是否有足夠的競爭力 但是詳實一開槍 可以說是打響了第一炮 亦都正式宣示了 一向都觸過市相當之準確的詳實 或者有些人氣稱誠哥 長和系的創辦人李嘉誠 會不會在裏面都有一個很大的指標意義 特別去看市 我們都和大家都說過很多 內地方面的樓市 我們都認為是相當之暗淡的 基本上內地的樓市 樓價高峰也已經建立了 所以大家都不用有什麼盼望 雖然內地好像極舊市 但是大的趨勢很難改寫 而內地對於樓市樓價的神話 如果是破滅的話 致戰也會禍延到香港 特別是香港的樓市 可以說是由一批內地的新力軍 移居來香港 去提供實際的一些剛需支持 你想想 如果樓價建了頂 香港方面能不能夠重返榮光 當然會更加困難 而我們都見到 譬如一直都比較看好樓市 都比較親建制的 譬如明報的地產版主篇 他近期也都有一些比較淡的言論 較早之前在七月底 他有一篇香港優勢不在樓價 仍可高企 裏面都有提及 近年香港的M3增速明顯放慢 對於香港股市樓市造成影響 而且近日和曾經升級分析員兼知名基金經理犯罪 這位經理就說 幾十年來未見過香港現在面對的困局 因為香港沒有天然資源 靠的是中國和國際的交通橋樑 現在中美交戶 中美經濟都有問題 香港怎樣發揮優勢呢 在現在的格局之下 香港房地產價格仍然幾乎是全球最高的 他說合理嗎 這位分析員說 7月28日再有啟德地皮招標 而地皮就在富豪酒店對面天橋拆座 位於太子道旁邊過不到九龍城 前面居屋沒有海景 又要建南童縣設施 他和香港發展商都相熟 說有發展商打算出標價每呎三千元 以下博汁死雞 而地皮要9月8日才折標 看看市場近第三季會跌到什麼位置 才出價都未遲 他說如果福地的成交赤價不到五千元的話 現在啟德新盤樓價要每呎兩萬元 這些新地皮用這個賤價賣 高價買入了啟德新盤的賣家如何是好呢 當時陸鎮球就說 有新盤暗地裏提供15%回震 等於樓盤變相大劈價 結果幾天之後這個詳實方面 不需要暗地 現在實際上已經推出了一個相當折扣的價格 所以整個香港樓市 連一些應該唱好應該看好的人士 都開始保持一個保留的態度 大家都知道過去都引述過 連中原創辦人蕭永青都已經轉軚 正式看探香港的地產 所以這次測試可以說是相當準確 嘗試一鋪青袋 波魯道21號豪宅的項目的詳實 青袋不成 雖然殺了很可觀的訂 但現在仍然要賣樓的 親海站 你說可以上車便宜盤 絕對不會是一次性的 接下來長實的其他盤 以至其他發展商也會面臨更加大的壓力 因為成交如果繼續這樣欺疏下去 唯一的做法只能夠減價 而香港比內地好的地方就是 香港沒有這個價格管制 內地減價官方都未必准許你這樣做 所以這方面香港亦都有市場的優勢 而造成這個優勢的結果就是會有國價的情況 亦都會進一步推低樓價 這個似乎會在未來這幾個月 路續續大家都有機會見證到這些時刻 好 繼續成花生